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爱多美美容仪 自从爱多美集中护理安瓶上市之后 会员们就不断的在询问 什么时候上市我们的美容仪 总觉得没有美容仪 我们的安瓶就像失去了灵魂 其实不然 美容仪不专门是为了安瓶设计的 任何护肤品都可以搭配爱多美的美容仪来使用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爱多美美容仪基于电穿孔法 开发的新概念皮肤美容仪 能够促使化妆品成分能够有效的被吸收 它一共有四个模式 分别是蓝光模式 白光模式 紫光模式 和红光模式 这里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仪器的按键和设置 上面这个是电源和强度按钮 主要负责的是开关和强度的大小 开关大家一般都知道 是长按就是开关 我们一起来 好 启动了 一共有三个强度 从小到中到大 按一下 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小中大 大家不要觉得强度大就是好 一定要根据肌肤的适应能力来选择适当的强度 那么下面这个按钮呢 就是模式键 用来切换模式和功能的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蓝光模式 大家也可以从仪器的后背和前面能看到一个蓝光 看到了吗 这边有蓝色的光 这就是说明我们启动了是蓝光模式 是一种基础模式 它会有温热 会有震动 还有微电流 那我们在涂抹皮肤这个产品之后呢 用在我们的肌肤上 有一种微微热 微麻的感觉 不用担心 这正是电窗孔的技术的微电流 如果感觉到不舒服 可以带肌肤的水分吸收一下 再来使用这个仪器 那么接下来我来切换它的白光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蓝光变成了白光 这个就是白光模式 后面这个灯也变成了白色 它的震动频率呢 跟我们的蓝光也是不同的 可以帮助肌肤提亮 配合我们的提亮的产品 一起使用呢 效果更加 来再来切换一下它的功能模式 变成了紫光模式 切换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还有后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紫色的光 这个频率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肌肤的弹性 所以配上紧致肌肤的产品 以及抗老的产品 它的效果会加成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 最后的这个是一个红光模式 是四个模式当中 唯一一个没有微电流的模式 只有热和震动 单独切换好之后呢 它是一个温热的模式 如果你想要加上震动 那我们就调节这个强度 它的二档 还有三档 就是温热加上震动 大家可以记住了 最后一个模式是没有电流的 好 那我们再把它长按 好 关掉 好了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仪器虽然是可以助力护肤的 但是一定要科学安全的使用 现在我要给大家敲黑板了 第一 如果肌肤呢敏感 胶弱 千万不要使用 第二 皮肤上如果有炎症 伤口 千万不要使用 第三 微电流呢 有微麻的刺激感 所以一定要遵循 选择适合的强度 减少皮肤上的水分 可适当的减少这种微麻感 第四 每次使用不要超过五分钟 每次呢 仅使用一个模式即可 千万不要四个模式都轮流来一遍 皮肤受不了这个刺激 第五 也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遇到不适 请马上停止使用 好 以上呢 是给大家提的醒 也希望大家购买钱 好好看网站上的介绍说明 购买后 要在使用产品前 一定要好好地阅读 我们的产品说明书